从天宫到美爽爽化妆品的李万发董事长 从天宫到美爽爽化妆品的李万发董事长 2024年9月1日星期日早上10点 应有梦上水192集妖坊分享他的励志故事 从矿工之子七个小孩的牢妖 六 七岁就跟着老母走两小时的路 单菜去卖 婴儿学会做生意的趣味 十三岁父亲过世后 开始进入董事长 曾任老蒋世卫长的天宫当学徒 直到18岁以2万元创业 手工牙刷一天做80多只 一只赚20块以上 身兼业务举佳南迁 设厂台南 全省铺货 品牌代理 外销出口到中东及美国纽约 谈到作为台湾本土化妆品品牌代表之美爽爽过去 与重新进行品牌定位 让经典产品回归 与开拓国际市场之美爽爽未来 李董事长手上拥有几个品牌 美爽爽 肯尼市 美强生 顾林玉 陆兹华等 这些八 九十年代的大牌 如何老牌重生 目前对品牌的规划定位是 美爽爽做是化妆品 美强生是婴幼儿用品 肯尼市 是生活百货 是纸巾 顾林玉是牙膏 牙刷吉 独家代理的彼得兔 与散牌 最后再分享李董事长并持的价值观念 和经营信念 政府对台湾中小企业 还可以做什么帮忙的业者新生